大家好 欢迎收看海强五报 我是小丽 我们首先来看台湾方面的新闻 今天下午两点 因大陆游客锐减 导致生意大减的台湾观光业者 将走上蔡英文办公室前的凯达格兰大道抗议 虽然蔡当局近日频频对观光业者释出善意 比如提供300亿新台币的优惠贷款等 但业者并没有退缩的意思 仍要坚持走上街头抗议 本次活动的诉求是 求生存 要工作 能温饱 目前来自全台各地的抗议者正在集合当中 台观光业者深陷困境 今天下午两点将走上街头抗议 本次活动发言人履行工会全联会发言人李奇悦 昨天表示 活动号召过程顺利 大家并未有退缩的意思 预估今天将有上万名观光相关产业成员走上街头 另外 由于台行政机构公布的观光业重商县市 有嘉义县市 桃园 高雄 新北 花莲 台东等六县市 独漏台湾观光大县南投县引发反弹 当地业者齐声表示 此举是对南投观光再次重伤害 更有游艇业者说 现在已经是周休五日 不差多休一天 所以今天一定会走上街头 据台湾媒体报道 912台湾观光业者大游行 由12个产业工会号召 目标是2万人参与 所以每个业别大约都是1000多人 尤其是受陆客减少影响最大是精品业 花东民宿业 团客餐厅 中南部旅馆等 更会积极参与 而游览车业更是会全台串联 不过观光旅游业这场大游行 已表明谢绝政治人物参加 也禁止现场出现政治标语 国民党当天不会参与 但将表达声援与支持观光业者的理念 希望蔡英文重视走上街头民众的诉求 道路游客锐减重击岛内观光产业 旅行社餐厅饭店等上下游产业链 进入冰河期 台当局预估年底前 陆客可能减少65万 且影响层面也不仅止观光业 对各行业冲击效应持续扩大 台观光部门预估 今年陆客赴台观光外汇收入 将相较去年大减360亿元新台币 据台湾业内人士统计 5月前陆客团减少三成 6月陆客团更不到以往七成 原本每天陆客团有3000到4000辆车在营运 现在每天接不到1000辆 每天营收蒸发2000万元新台币 华语导游更是只剩一成职业 每月只带一到两团 多数以失业或半失业 有业内人士表示 产业冲击不断扩大 就连洗衣液洗旅馆床单生意大减 牛肉面店高饼店也受到冲击快撑不下去 现在个人有旅客八成留在北部 中南部业者早已传出 有游览车业者 车子被押走 导游长期失业 饭店餐厅歇业倒闭 台湾观光业受到陆客团减少 而大受冲击 这两天在高雄就有两间专阶路客的饭店关门歇业了 门口贴上了重新装潢的告示 在台南就连著名的虾卷名店生意也是大受冲击 生意减少四五成 只能另外推出优惠餐点 就要能够吸引游客上门 尽量减少自己的损失 台南起家的知名虾卷 以往都是大排长龙 店面急得满满满 如今因为路客团减少 已经很久没有出现夸张的排队景象 而另一家小卷业者 有设立餐厅公益路客团善 现在也叫苦连天 路客团不上门 生意减少一半以上 六月中的时候到现在就这样子了 大概就会推出比较优惠的餐点这样子 原本靠路客能赚饱荷包 如今路客少了台南的小吃业者 只能推出优惠餐点 希望能扭转逆境 后面中就两位香港旅客 拖着行李箱 在严城区这间饭店门外 坦头探脑 没料到饭店早在九月初就关门大吉 饭店门上贴告示说要重新装潢 员工其实也不知道公司下一步路该怎么走 而类似情况也发生在同一区 大公路上的这间饭店 贴坯封住入口 当地居民说路客团限缩后 严城区专接路客的各家饭店 就不负往日荣景 路客团不来 已经成为台湾观光业必须面对的困境 据台湾媒体报道 岛内有些专营大陆团的旅行社 早早就开始杀价求生 市场上传出有零团费 负团费 超低价抢路客 过去至少要6000人民币的团费 最低杀到了1500 相当于1万新台币出门 由台湾 据有业者透露 现在价钱只有更低 没有最低 团费啊 这个可能是团费当中 我们签了保密协议 也不透露具体 一家人交的我也没问 不清楚 团费究竟有多低 变成不能说的秘密 路客少了旅行业抢团抢得凶 过去购物团至少要6000人民币 如今市场上出现 1500到2000的超低价团 相当于万元台币 全台玩透透 算一算扣掉来回机票 旅行社几乎没赚头 竞争到就是他 不但就是对方不给我们钱 我们还要再给对方钱 比如一个人头 要给他300500人民币 市场有付团费 还传出没有最低 只有更低 但仅限专营路客团的小型旅行社 得靠多排点购物行程来补贴 不只团费 包括游览车子也杀得凶 传出有司机月薪 从8万砍到1万多 原本观光局参标规定的 每人每餐250元 私底下也下杀到135元 在旅馆跟餐厅 餐饮住室上面的价格 其实已经在 差不多是在极限 我们再来关注719 辽宁旅游团火烧车事故的相关消息 近日台湾有关方面公布了 火烧车事故的调查结果 指向司机苏明成 一个人酒后驾车 泼洒汽油纵火自杀 烧死车内的其他乘客 值得注意的是 公布结果的这场记者会 正好是在今天的观光产业 自救大游行之前 因此被岛内舆议质疑 是否有政治压力 要求赶紧结案来灭火 经查台籍司机苏明成 酒后驾车 泼洒汽油 放火自杀 并烧死车内其他乘客 辽宁旅游团火烧车事故 治26死 台湾桃园地检署10号 侦查终结 调查司机苏明成 预谋自杀轻生纵火 但苏明成已死亡 已不起诉处分结案 台检方当天还公布关键画面 司机苏明成在事发之前被拍下 到嘉义市的加油站购买92号汽油 甚至买完之后 还刻意变装 企图掩人耳目 而事后 游览车上被发现的五罐汽油 经过化验就是92号汽油 和苏明成购买的一模一样 而且驾驶舱附近 还发现了打火机 勘验之后 驾驶舱地面和打火机 都有汽油反应 针对辽宁团火烧车事故 贞结报告 国台办发言人10号表示 强烈谴责这起 蓄意制造的恶性刑事案件 对这种丧尽天良 泯灭人性的行为 表示强烈愤慨 另外在调查报告中 关于涉案司机苏明成 更多的信息被曝光 检方调阅苏明成通讯记录 发现事发之前 他的亲友和他密切联络 甚至还有一封 被删除的关键简讯 内容就是苏明成的姐姐 劝他不要轻声 但案发后 家属却对苏明成的轻声动机 只字不提 有故意不配合调查的嫌疑 台检方同时也查出 苏明成在今年5月19号 马英九卸任前一天 分别据状向台法务部门 以及高雄地方法院地监署 告发马英九所谓内乱罪 和过失致死罪 苏明成控告马英九的理由在于 马英九在台北市长任内 处理SARS不利 冤死多人 他也认为 马英九在就任台湾地区领导人后 逮捕陈水扁 违反程序正义 因此提告马英九 两项所谓罪名 719火烧车事故 台检方确认司机纵火酿灾 台湾相关保险公司表示 虽然司机故意犯罪 但不影响24位游客 及导游身故保障 相关责任嫌都会理赔 除司机外 每人至少理赔615万新台币 但大陆罪难者家属表示 这是台湾当局监管不力 将严议派代表跨海诉诸法律 并争权益 不过台检方在10号的记者会上表示 因为运南大陆游客家属 离开台湾之前 没有接受笔录 侦办火烧游览车 不起诉书上24位游客家属 并未列入原告人 无法依照台湾司法原则 向法院提出申请在意 顶多只能够由台籍导游家属提出 此次调查结果出炉后 蔡英文10号在网络上贴文表示 真相逐渐水落石出 对驾驶轻生 连累25条生命感到非常沉痛 并再次向罹难大陆朋友表示哀悼 也会保持对家属关怀 提供必要协助 台湾方面陆委会也表示 为了使大陆罹难者家属 尽快吸知相关资讯 台方已寻既有机制通报路方 表达将持续提供 罹难者家属必要协助 并判双方误因个案影响 利案观光交流 然而 蔡英文当局的相关表态 难以堵住舆论的质疑 岛内媒体指出 台检方公布贞结报告 全案已不起诉结案 这场记者会正好是在9月12号 台湾观光产业自救大游行之前 难免被联想是否有政治压力 要求赶紧结案来灭火 对此 桃园地点署方面否认此案有政治压力 也不是敢在912大游行之前紧诉结案 压力只有自我压力 时时刻刻要求赶紧找出答案 还给死者家属一个交代 陆克火烧车事件 台湾检方侦察结果出炉 前国民党机民带邱毅在网络发文 以四个果然来追究责政 邱毅直言 果然不是电箭走火的意外 果然是司机预谋性的自杀又杀人 果然是个爱烂送又性侵的恶劣司机 果然是个受绿媒洗脑的病态司机 邱毅表示 根据上述四项果然 可以开始追究责任了 首先 蔡英文有不可推卸的责任 民进党为夺取政权 实现台独的目标 不断用所谓仇忠恨忠去忠 来向民众洗脑催眠 这位苏司机就是被台独洗脑成功的怪胎 他过去甚至曾因恨马英九而数度搞发 其次要追究的是绿媒和绿嘴 过去几年 他们透过魔音穿脑 不断捏造事实 夸大个案 丑化路客 甚至将台湾的种种问题 一股脑 归罪于马英九和大陆 他们为赚取通告费和收视率 完全丢弃良心良知 苏司机就是他们制造出来的产品 再次要追究的是 在网络上散播去中病毒的乡民 也就是我们平常称为绿区的非人类 他们不仅平常散播变态言论 在火烧车惨剧出现时 还用所谓支那见处 支那人死太少 支那猪死得好 等言论来羞辱路客 在这个路客火烧车事件以后 你看看网络上面 一大堆什么支那猪 支那见处 死得好 死太少了 其中有很多是 民进党蔡英文的青年军 破到网络上的 蔡英文有一句出来道歉吗 没有啊 最后要追究的是 在立法机构中胡言乱语 制造仇恨 推销台独的绿营民代 还有跟随起哄滋事的绿营青年军 而太阳花以来 营造出这种社会氛围 并因此携取政治利益的人 都是该被追究责任的共犯帮凶 接下来我们来看看台湾媒体 今天还重点关注了哪些资讯和评论 我们来联系一下本台的驻台观察员 叶清零 清零把时间交给你 好的小丽 关于火烧车事件的调查结果 蔡英文说要有同理心 台湾方面陆委会说 判双方不要以个案影响 两岸观光交流 这个话罹难者家属听不下去 大陆人民听不下去 稍有理性的台湾民众也听不下去 联合报的黑白集评论说 25条人民一生无奈就算了吗 文章说 桃园地检署在宣布结案的时候 发表了一段很不合适的批注 每个人都有自己的路要走 无论生与死 而我们只能怜悯 我们看不出来 检察官到底在向谁表示怜悯 是凶手还是受害者呢 何况检察官的职责在追求真相 述诸正义 如今却说出 每个人有路要走 这种不着边境的话 未免离谱 试想如果丧生的是台湾人 当局如此草率地处理 民众能接受吗 如果不能 为什么当局要降低标准 来对待大陆游客 再试问 如果台湾游客在大陆 发生类似的事故 我们能接受对方用草率 冷漠的手段打发吗 如果不能 为什么我们台湾 不能用对等友善的态度 来处理这些事件 蔡英文借机对 离难大陆游客家属致哀 也算是他对先前被批 表现冷漠的一个弥补 然而 游览车没有装 行车记录器 安全门死锁 以及对前科累累的 危险司机的管理不足等等 都不必改善或追究吗 老实说 大陆游客来台大检 除了与两岸关系 变冷有关系 当局在这次事件的冷漠处理 恐怕才是让大陆新凉的主因 旺报的评论是 大陆游客不来 噪音是对台观感变差 评论引用了学者的话认为 520后因为两岸之间 没有互信 大的政治环境先不好 紧接着台湾推动 一系列所谓去中化政策 加上电信诈骗案 火烧车事件 还有层出不穷 刺激大陆游客的言论 都让台湾形象 在大陆民众心中 大大的扣分 大陆民众感受 大环境不友好 安全没有保障 赴台的意愿当然就会降低 形成一种自发性的抵制 火烧车案的肇事司机 是政治狂热的贬迷 处心几率要拉大陆人陪葬 在台湾这样的政治气候下 大陆人会害怕 极端的基本教义派 谁知道他们会做出什么事情来呢 之前电信诈骗案 曾经有被遣返台湾的嫌疑犯称 骗大陆人呢 是因为大陆常常欺负台湾 用这样的方式来寻求 道德上的支持和平衡 这些都是政治上的恶果 台湾当局如果不改变 所谓的反中去中的思维 两岸关系就很难恢复 大陆游客也很难再去 中国时报则采访了一些民意代表 文章叫冷漠的台湾 让大陆游客却步 采访当中呢 国民党的立法机构党团总赵 廖国栋就说 火烧车事件后 许多大陆有人都在问 台湾是怎么回事 大陆民众开始明显地感到台湾 暖意不足 许多人感受到台湾的冷漠 怕来台湾了 国民党明代林立禅也指出 许多大陆人从网络上得知 火烧车的消息 除了担心台湾游览车与观光的 安全问题外 他们还看到台湾网络上 很多的酸民的言论 让大陆游客感受到来台湾观光 不受重视 还要受侮辱 台湾媒体也分析 这些言论和诉求 在今天下午的台湾旅游产业 首次上街头的时候 能不能明确地让全民知道 也是这次游行 能否成功的一个关键 因为通过游行 让菜当局改变既有立场 已经毫无可能了 下午的这场 台湾史上的第一次 观光产业大规模的 抗议活动的具体情况 也请大家关注我们今天晚上的 海峡新干线 好 我们再把时间交还给福州 小丽 好的 谢谢清零 东南卫视台海资讯带 在微信平台开设公众号 想要了解更多 更丰富的两岸资讯 您可以扫描 评论下方那尔维码 或微信搜索关注 海峡新干线栏目 官方违景公众号 同时也要感谢 月华不锈钢 对本节目的大力支持 好的 接下来到了广告时间了 欢迎回到海峡五报 我们来关注国际方面的消息 当地时间9月11号 依照传统 纽约911纪念广场纪念活动 隆重拉开序幕 活动中 民众以祈祷 默哀 明钟 烛光守宴 宽冠纪念碑馆等形式 追伏袭击中的遇难者 当天 包括遇难者家属 朋友 及政府官员 在内的数千民众 聚集在纽约911纪念广场前 几名纽约市警察 首举国旗 站立在人群中央 在乐队的伴奏下 集体歌唱 美国国歌 在时间来到 当时第一架飞机 撞上世界贸易中心大楼时 现场举行了 敲钟仪式 民众开始慕哀 接下来的仪式中 还有五次慕哀 分别是 第二架飞机 撞上大楼的时刻 两座大楼 分别倒塌的时刻 五角大楼遭袭的时刻 以及93号航班 坠毁的时刻 依照传统 现场还举行了 一年一度的 念名悼念活动 袭击中丧生的 近3000名遇难者的名字 被一一念出 伴随遇难者名字被念出 在场遇难者家属 高举亲属一项 寄托哀思 场面既庄重又改人 据悉 在纪念仪式结束后 911纪念广场 将开放至午夜 以共民众评调 值得一提的是 民主党总统候选人 前纽约州联邦参议员 希拉里·克林顿 和共和党总统候选人 唐纳德·特朗普 也出现在现场 与民众一同参加纪念活动 美国总统奥巴马 11号出席 在五角大楼举行的 911事件15周年纪念活动 并发表讲话 当天清晨 位于弗吉尼亚州的 五角大楼外墙上 率先挂出一面 拒服美国国旗 纪念911恐怖袭击 15周年 随后 美国总统奥巴马 率领国防部长卡特 及参谋长 联席会议主席 邓福德在内的多名高官 来到这里 参加纪念活动 奥巴马首先 向袭击中的死难者 进现了花圈 之后 在场人士 为死难者默哀 随后奥巴马发表讲话 表示美国始终铭记 在此次袭击中遇难的民众 我们记住 我们记住 我们未经计 而不忘记 几乎3,000美丽的世上 受到我们的死则 我们没有忘记 几乎3,000美丽的生活 我们免得 184男的女的 女的 女的 并非三年 并非三年 并非 我们当时的勇力 我们历识 我们历识 那些力量 尤其 人们 在避免避难的 我们的力量 为保护人 他们没有 知 我们一起 五角大楼是美国国防部的所在地 在2001年9月11号的恐怖袭击中 恐怖分子劫持的一架飞机撞上五角大楼 导致楼体部分坍塌 据悉 911系列恐怖袭击 是迄今为止美国本土遭遇的死伤人数最多的恐怖袭击 当地时间10号 美国国务院发布声明 提醒美国公民发生恐怖袭击的可能性仍然存在 根据美国国防部资料 可靠信息证明 极端组织和基地组织 仍计划利用在叙利亚和伊拉克接收培训后回国的恐怖分子 和接收极端思想的恐怖分子力量 在欧洲实施袭击 美国国务院消息称 恐怖分子还在中东和北非地区 准备对美国公民和美国利益实施袭击 东南卫视台海资讯带在微信平台开设公众号 想要了解更多更丰富的两岸资讯 您可以扫描屏幕下防弹尔维码 或微信搜索关注海峡精占线栏目官方微信公众号 好的 接下来又到了广武 天津滨海妈祖文化园街排开园 坐落于园中迄今为止全球最高的妈祖圣像 也正式向世人亮相 据了解 该园区及旅游商业娱乐餐饮为一体 将成为海峡两岸 乃至天津与海上思路沿线国家 经贸文化交流合作的新平台 坐落在天津生态城的滨海妈祖文化园 由滨海新区与台湾大甲正南宫合作开发建设 占地达3.9万平方米 作为金台交流合作的重要成果之一 天津滨海妈祖文化园项目于2009年7月奠基 所在地块整体通过填海造路而成 其配套设施包括妈祖圣像 山门 中古楼 妈祖庙 妈祖浪院 禅居会馆等 其中园中妈祖圣像高42.3米 相当于14层楼的高度 由858块石料拼接而成 是迄今为止全球最高的妈祖圣像 这个妈祖文化园是天津 滨海新区和台湾共同做的这样一个项目 实际上也是进一步奉扬这个妈祖精神 我们早期也是从大陆到台湾的啊 所以现在我们是饮水饰盐啊 吃水果败酒桃啦 于台湾妈祖信仰遥相呼应的金门妈祖民俗信仰 起源于海河草运 至今已有近700年的历史 是天津历史文化的重要组成部分 妈祖文化旅游节至今已连续举办八届 已经成为具有影响力的两岸民俗文化活动 天津滨海妈祖文化园的开放 将更好的连接两岸乃至全世界妈祖信仲的情感 推广博大精深的中华文化 赛上江南神奇宁夏摄影展日前在新北市开幕 摄影展由台湾摄影家交流协会 宁夏回族自治区摄影家协会和中国台湾网联合主办 来自海峡两岸的200多位摄影师共襄盛举 在新北市板桥435亿文特区的大理堂里 来自海峡两岸的200多名摄影师和主办方一起 分享了此次实贴宁夏采风的感想 台湾摄影家交流协会理事长林在生在致辞时 对宁夏回族自治区摄影家协会和中国台湾网 对此次拍摄活动和摄影展的精心安排与组织 表示由衷感谢 他说宁夏之行带给他很多惊喜 早期我想说宁夏应该也没什么好拍的 在那个西北的那个地方 没想到我们这一次去的话 我们就16个大家 他们一看宁夏怎么这么好 我们以前都没有发觉到 短短的时间就拍了这么多这么漂亮的作品 神秘的沙漠 雄伟的清真寺 还有美味的水果 现代干净的城市 以及神秘迷人的回族姑娘 如此美丽的宁夏 让两岸摄影加入了迷 用手中的摄影机定格住 一幅幅优美的作品 也让现场观展的民众 对宁夏有了全新的认识 我是觉得是可以了解 大陆的一些族群的文化 然后就是每个地方的文化 他们的特色不一样 所以说可以借由这些照片 来去了解各的文化的特性 我对就是回族啊 这些文化也是蛮蛮喜欢的 所以想去 如果有机会的话 可以去那边走走看 对它很多人文 人可以拍的 就是人文啊 风情民俗啊 很喜欢 正当观众还沉醉在照片中的 美丽意境时 现场却传来一阵骚动 原来是有几位穿着回族姑娘 特有服饰的模特 吸引了众多摄影爱好者 争相拍照 这种直接的互动 让不少台湾观众 对宁夏美景充满向往 也让主办方对借由摄影展览 构建两岸文化桥梁的设想 更加自信 好的 今天的节目到这就结束了 更多资讯 您还可以关注 海下新感谢官方微博 和东南卫视官方微信 我是小丽 我们明天中午再见